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14日 升旗日 今天是大年初三 赤口 今天同時也是2月14日 情人節 祝大家新年快樂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或者我們稍後可能會開一節說情人節 赤口 其實就是正月初三 也有另一個名稱 赤狗日 為甚麼叫赤狗日呢 原來傳說之中 赤狗神就是這個 憤怒之神 所以赤口就是容易 跟別人發生 口角 爭執 口舌招有 換句話說 其實用口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可能會出事 所以初三 赤口就不會拜年了 說起用把口 包括我們做節目 其實也是用把口 所以 今天做節目也會被平時 小心 盡量避免發生衝突 但是說起衝突 赤口 我們就發現 另一個專門用把口的 中國大外宣 踢倒鐵板 可能真的 跟赤口也有關係 話說中共大外宣 中國環球電視網 再一次 踢倒鐵板了 刀比在德國地區被 禁止播放 大家不要忘記 跟中共對抗 中共有兩大法寶 筆桿子和槍桿子 槍桿子顧名思義 其實就是用武力 這一個 大家都知道 中共用武力 借助港共的手 借助香港 警察的手 用武力對付我們 他的武力 大家已經見識過了 大家都心中有數 另一個 不得不應付 甚至比武力更加嚴重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筆桿子 筆桿子 如果用反送中運動去形容 其實就是那些所謂的文宣 他的文宣就是 極度 影響 他的支持者 的看法 所以中共 從來 就是靠 這個媒體 靠這個 發放假消息起家 所以中共也一直 在世界各地 不斷收購所有的媒體 直至能夠控制所有媒體的喉舌為止 所以其中一個跟中共對抗必須要做的 就是必須要 消滅他的筆桿子 我們繼續詳細說這個 大外宣 踢到鐵板之前 大家就記得支持 黃金二部曲 希望大家就繼續 訂閱我們的Patreon Patreon 現在訂閱人數是3800多 希望大家就能夠訂閱 其實也有很多朋友跟我們說只是擔心那個信用卡問題 已經有網友跟朋友就告訴我們 其實他開了這個 虛擬銀行 那麼就是 基本上沒有任何 資料會遺留在香港 我們如果遲些 跟我們分享了一個方法之後 我們學會了 我們就會把方法 教給大家 到時就可以用新方法 又或者用新的其他方式 在不留任何個人資料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訂閱我們 第二部曲 繼續支持五部曲 記得 按like Facebook Twitter 社交媒體 包括MeWe Share我們的節目 記得分享給朋友 痛擊五毛 五毛最近休息 因為放農力廉價 記得點擊廣告 看廣告 無限loop廣告 播清單大法 我們這個也可以說 把這個免費方式 發揚光大 第三部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記得星期二日報 也用無限loop帶發 等他的 觀看時數快點上升 後備戶口也可能就能夠賣廣告 這是發新社的資料 發新社報導 英國撤銷了中共大外宣機構 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營業執照之後 英國電訊集團 Vodafone 動達峰 香港的Vodafone 原本就是SmartTone 不過就好像已經分家了 英國電訊集團旗下的Vodafone Vodafone Germany 德國地區 也 同時停止了中國環球電視網 在德國的放鬆 Vodafone 在12日的時候表示 希望恢復 CGTN的服務 但是目前 沒有一個有效的播放牌照 換句話說 牌照 被撤銷 德國 北來欣地區 威斯特佛利 威斯特佛利亞邦 監管機構的發言人 說 CGTN根據英國的 牌照 所以才在德國地區分銷 而這個邦 就是 CGTN提供服務的地區 所以現在這個CGTN 即是中國環球電視網 央視 央視CCTV 被停止在這個地區 播出了 換句話說 不能夠再在德國 輸出大外宣 用假新聞 繼續騙德國人 告訴德國人 中國怎麼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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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呢 其實以我們所知 就是 大量的德國人 德國人是很純情的 可能跟英國人差不多 英國政客當然不純情 英國人普遍 其實就不是很聰明 英國人 德國人 基本上就把中國大陸崛起 China 已經當成是勞不可破的事實 當然 原因就是因為看得 大外宣太多 如果你看香港的新聞 如果你看藍媒 你也不知道 中國大陸 經濟有多有問題 因為他們是隻字不提的 日日看假新聞 那就是接觸假訊息 所以整件事根本就值得燒炮獎 中國的大外宣 中共大外宣 在英國 在德國踢到鐵板了 現在要收皮了 當然就是 對於這個世界的福祉 當然更好 英國媒體 監管機構英國通訊管理局 Offcom 在4日的時候撤銷央視 在英國境內的播放牌照 當時就在聲明上表明 說中國官方媒體海外業務 這個叫聲空華民傳媒 SCML 不是SCMP 就是 根本就沒有實質 監管大外宣的編輯內容 所以 根本 不符合 這個播放 的規例 其實他在說甚麼呢 他的意思就是 這間海外媒體實際上根本就完全沒有監督過 這間 中國環球電視網 中國環球電視網根本實質上是握在央視 也是握在中共的手上 換句話說 就是有一個媒體 不法地受到境外的力量控制 而這個境外力量 就叫做中共 所以英國通訊管理局 大條道理就是要動他 大陸見到這樣的情況 當然是暴跳如雷 再說一次 暴跳如雷的原因 因為中共的兩大法寶 槍桿子 解放軍 還有他的武力 還有武器 對很多國家來說 可能不構成威脅 但是對於 台灣 對於香港來說 他的武力 相當之足夠 另一件利器 對歐洲就不用槍了 歐洲就用大外宣 整個大外宣竟然就被人拆了個台 拆大台 中國當然是暴跳如雷 立即要做出反制措施 要對付你這班鬼佬 英國佬 BBC 立即動你 立即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立即說BBC播放假新聞 包括 疫情不實報導 還有迫害新疆維吾爾的報導 全部都是損害國家利益 所以你說跟中共 說法律 跟中共說法治 你說是不是很好笑呢 香港還有很多 不要說衣冠禽獸啦 赤口 說你就是斯文敗類 還出來幫中共 塗脂抹粉 說他 現在很文明了 有法律 有法治 這個真是相當可笑 最可笑的是現在 那些還要不乏 所謂 法律界一些有地位的人 不過也不要緊 香港的法律界基本上就是 沒有任何的世界地位 所以 在一個根本沒有世界地位的地方 的界別裏面有地位 那又如何呢 正如車公之籤所說 即身力火非無事 色者能知火未然 身邊周圍都已經 乾柴烈火了 有色之事也知道 火還未燃火 意思就是 快要燃火了 夠火啦 火再不夠 就要燒了 其實 車公也說得很白了 他們的行為 繼續掩耳道歷 這個也可以說得上香港的共業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